老男孩 82年龄一辰 Koz阿拉雷毫无为何感 但对比雷佳音还是输了 最近欣赏的剧比较多 如周瑜伴地利热巴的烈火如鸽 再或者是韩东军和孙怡的人生弱智如初见 说实在话的 毕军这个不是在加班 就是在加班的路上 有点应接不暇 特别是当看到老男孩 环特么需要会员才能看的时候 毕军是万分不想点开的 好吧 其实是因为没有忙过会员 反正是到最后毕军还是拿到了会员 刷了两集 不愧是台湾偶像剧教父刘俊杰的作品 就是近几年大获得和一生肖默 珊珊来了的导演 更是毕军青春奇迹 以王子变青蛙 爱得变利贴的导演 结稿前斗罢评分期 比列火如歌的舞 以及人生弱智如初见的七十略高 林依晨在第二集Cospe Adelaide 真的是吓到毕军惹 脸满满的胶原蛋白 再加上娇小可爱的身躯 完全看不出林依晨是82年出身的 但这也拯救不了 在刘烨和雷佳音对比下 他和刘烨的欢喜冤架这条线的弱势 上座车 刘烨你心真大 那么久了没看到后排有个大活人啊 一个多小时了 男友都没发现自己丢了女友 不分留着过年是吧 好好的潜个水 都还能玩出英雄救美人 好好的赶歌歇 都能莫名其妙让186厘米的大男人掉下游泳池 是澳大利亚好小呢 还是有缘人好巧哦 可能是毕军已经长大了很多年 偶像剧中万年不变的欢喜冤架 他等已经戳不动中年的神经 反而是刘烨 雷佳音 李光杰的酒吧护队 这么有烟火气的家长李顿 看着帝君乐呵呵的 除了刘烨和雷佳音 因这帮三十出头的大叔塑料友情之外 碧君还期待刘烨和胡先旭的塑料父子情 虽然这条线比刘烨和林依晨的欢喜冤架感情性还韩剧 胡先旭心事一夜之间好好的母亲走了 相亲相爱了16年的父亲忽然变成了养父 不管自己了 去个酒吧偶遇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还顺便一起打了个架 但是看第三集预告 死皮赖脸正父亲不要太好笑啊 所以很残忍的 当林依晨上线的时候 碧君就开始忙其他的事情了 不是这条线若 只怪其他线的太强势啊